你 说 是谁指使你杀了郑洁瑜的 背后的人是谁 贵妃娘娘到 免礼 你 着了吗 回娘娘 这贱婢嘴硬得很 一晚上昏过去两次 就是不着啊 吴如意 你为什么要害郑婉言呢 你我都知道 杀郑婉言的凶手 根本就不是我 本宫只知道 这熏暗现场 只有你一个人 你嫌疑最大 不过你放心 虽然这宫里 很多事情 都只分尊卑 不论对错 但是本宫 一定会给你一个公道的 麻烦 娘娘 现已查明 这酒壶和酒杯之中 均无毒 只有郑婧育的 酒杯中 被下了拘毒 这就奇怪了 同一壶酒 为什么她杯中有毒 你却无事呢 这分明 是你趁她不备之时 在她杯中下了毒 好了 你就别撑了 免得多受罪 快点招网 你胡说 我跟婉颜 我跟婉颜情同姐妹 我为什么要这样害她 你们有什么证据 大胆五如意 还敢呈口舌之礼 谁人不知 你自入宫起 便屡生是非 只为争处于陛下 郑婕渝天赋异禀 得蒙圣卷 乃是早晚之事 但只嫉妒二字 就有了足够的动机 你连文德皇后都敢轻无 还有什么事 是你做不出来的吗 你有心结交郑婕渝 想必是为了让她 对你输于防备 利于下手 如此心机 更能说明你心肠 歹毒 远胜常人 你们左一个分明 右一个想必 这么处心积虑的 想把这莫须有的罪名 安在我头上 你们是想早早结案 还是另有心思 我的父亲虽然早已先世 可是 他毕竟是大唐的功臣 是当今陛下清点的英国公 要是要救子定罪 草奸人命 就不怕陛下问起来 你们难以交代吗 大胆妄言 来人啊 把五如意的嘴给我堵上 是 好啊 你敢抬出身份来押我吗 陛下日理万机 难道还会管你这小小才人的死活不成 进了内庭 尚未册封的才人和宫女同己 自然在我那时见监管范畴 咱家这次奉韦贵妃娘娘之命 专案专办 别说这五十约已逝 就是没死 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今天 就让你知道一下这宫里的规矩 来啊 帐行伺候 慢着 这个五如意 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 不可以留下任何的伤痕 老奴明白了 那就让他嘟嘟女则好了 莫道杂家对你不够关照 这策书还记得吗 你身上可是穿的整整二十四册编制的书啊 武才人要用心体悟 说不定每天还能用得上呢 嗯 嗯 呦 有行 伍如意啊 你这女则何时看够了 想招了 告诉本宫便是 陈公公 娘娘 陛下马上就要下朝了 别把事情搞得太复杂 是 现在你和远昭了 喝好个剑柄 给我加 加 娘娘 此女如此不识台诀 不如这边送她上路吧 你说 此女若死了 陛下会怎么样呢 娘娘 不过是个才人而已 又能引起多大的风浪 只要为是一门 依旧忠心于大唐 陛下又能说些什么呢 此话好像有些道理呢 娘娘 娘娘不好了 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慢慢给娘娘到来 到底什么事 启禀娘娘 陛下已经知道 郑洁于被害一事 现已正向境内赶来 陛下驾到 怎么会如此之快 春莹 随我赢驾 是 快把书给我接了 陈公公 你料理这里 是 快点快点 快 弄干净了 快点 参见陛下 好 起来吧 谢陛下 听说你这儿 有个杀郑婉言的嫌犯 朕想见见 陛下消息真快 臣妾正在审问此人 陛下的那事件稍后 马上就有结果了 朕说了 朕要亲眼见见 陛下 陛下 请听臣妾解释 陛下 爱妃一贯温厚贤良 不过一个才人 想必 不至于动刑吧 陛下说哪里的话呢 是这个丫头体弱 我想问她几个问题 她就突然间昏倒了 怎么可能用刑呢 陛下您若不信 可以着人查起体肤 看是否有伤痕 你这 你坚持 朕自然是信爱妃的 多谢陛下信任 此案 爱妃还要查多久 才有结果 大 大概 大概还要一两个时辰吧 其实 其实臣妾心里 也没什么把握 不认识 朕相信爱妃的能力 只是 不想让你劳心 这样吧 让大理寺的戴卿 彻查此案 为爱妃分忧 杰优败 或者 满海 难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